书贺 回皇上 娘娘体质健康 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不过受到了些惊吓 只要按时吃药 多注意休息 过半个月就无大碍了 我还要在这里 爬上半个月 老是爬好 老陈去抓药了 彼此彼此 谁跟你彼此彼此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别动 你还是个皇上呢 又不缺钱 拿走我的钱不还 是什么道理 区区五千两 你急这么久 别忘了 那是你亲口说 要拿来给朕熟身的 你别忽悠我 我又没真的睡 爱妃这么想游戏便识 那不如 请问事 我还是伤患 你别乱来啊 报 皇上 陈王殿下在宫外遇刺 皇上 陈王殿下在宫外遇刺 受伤昏迷 正在王府内 被几位太医施救 陈王 又是陈王 我和他究竟有什么样的过去 只我每次提到陈王 我这辛苦都会疼一下 是园主的自我意识在痛吗 陈王生事如何 目前还不清楚 消息是先传到的太后宫 太后 当真 先证万询 冷宫里那位娘娘 听说陈王殿下遇刺 一点反应 生日算是很平淡 这么说 沐云熙和陈王 当真没有私情 艾家之所以要退办仕探 因为皇上是艾家的亲儿子 今日他将沐云熙抱走时 那着急关切的眼神 却不像是假的 他又始终对沐云熙 在宫中贩卖粮食一事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艾家没见他 这般纵容过神 太后说的是 那可是真的喜欢 也不必这么早下定了 今日这般 一为是他 二也算是敲打敲打了 以免他真将宫里 当成闹事 这般胡来 太后阴你 艾家倒是要找个时机看看 这沐云熙究竟有何本事 能让我那不济女色的黄儿 如此另眼相看 过几日便是太后的寿衍 那日陈王必然的出现 倒是个不错的时机 参见皇上 爱情免礼 皇上 您叫老臣秘密探查的南部十四周睡延暗 有着落吗 宋皇上居然全天二十四小时无休的吗 都回浅殿了 居然还这么忙 宋皇帝居然全天二十四小时不休吗 原来传说中的皇帝玉玺长这样啊 这么多折子 要是让我披上一天 手都得断了 敢偷看作折 你这只伤还没好 就想脑袋搬家了 跑什么 你都要砍我脑袋了 我还不跑 你若是真得罪了针 这天下之大 你又能跑到哪儿去 是 虎天之下 莫非王土 不过 皇上你都这么忙了 还有时间 咱们侍卫去了宫宫 朕可没有假 哪自朕穿的不是寻常的便衣 皇上你不穿龙袍 穿着便衣 那宫里瞎晃又什么了 玩啊 你真以为龙袍很好穿 里里挖挖十几层 你想重死朕 再说 朕夜里去冷宫抱着自己的妃子睡觉 怎么能叫瞎晃 皇上我 屁股疼 腰疼 皇上您先忙 我回去趴着你 养心店的龙床是舒服 也架不住硬生生趴了这么多天 我的老妖 女儿 寿宴 寿宴 嗯 太后寿宴非比寻常 到时候文武百官和邻国使者都会在场 这个怎么办呀 怕什么 太后那老太太脾气降得跟头牛一样 我非得把她这牛鼻子给她牵顺了不成 太后的寿宴准备得如何了 回皇上话 您是问宫中准备得如何了 还是冷宫里的那位娘娘准备得如何 奴才昨日路过冷宫 看见娘娘又在晒小麦 估计娘娘这次准备的少礼 还是和吃的有关 只不过是入口居物 难道她还能翻出花来不成 是 好巧 我出来挑点东西 这么巧就遇上了 终天下 你伤到好了 伤 本王近日都在国公府已有人下棋 何来得上 果然是太后故意的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没事就好 我还得回宫找点东西 先告辞 颜伏海 是 你看出什么了 回皇上话 奴才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只瞧着娘娘和陈王的距离 十分适度 并无任何余句 还有什么 还有 奴才莫名觉得 娘娘好像不太想失忆 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她对陈王的态度 十分坦然 毫无情绪可言 太后驾到皇上驾到 参见太后 参见皇上 好好好 都起来吧 皇儿给大家赐座吧 东路坐吧 谢太后 谢皇上 祝太后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好好好 更为亲家有心了 皇上真不愧是 五国公院的爵士妹妹 我每次见到她 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祝太后万首无疆 如今高照 陈王有心了 要我说 这五国美男榜上 皇上和陈王殿下 应当定列第一才是 你别忘了 人家陈王的新上人 是京城第一才名的一起 往日二人其次和民 你不忘清楚 谁人不信 可惜了 所谓的第一才名 父亲 打入来 如今 只能靠着在冷宫 撞地给我 不过 我倒要看看 沐云西 今日何时出现 当年在秦义上输给她 不过是一时侥幸 如今我苦练这么久的秦 就是为了今日 能在陈王面前 再次与她一决高下 还好不是让她 今天来敷宴 怎么这么久还不出现 不过是怕自己 上不来台面 不肯来了 娘娘 你选的这个地方 也太偏僻了吧 不偏一点 怎么好躲起来看热闹 臣女准备了一首曲子 为太后贺寿 哦 不过这首曲子 需二人弹奏 听闻 臣王殿下的琴艺超凡 不知 可否请王爷 与小女合奏一曲 下上书之女 如此盛情相邀 陈王意下如何呀 本王许久未碰过琴 怕是有些生疏 来人 去把四月坊最好的乐手 叫过来 给下姑娘伴送 奇怪 那边黑漆漆的 皇上是在看什么 臣王如此温热如玉之人 怎么拒绝起人来 这么无强 他当然会拒绝了 臣王殿下 只与娘娘您合奏 怎么可能会与其他女子 一起弹琴呢 我 什么玩意儿 我哪会弹这东西 唉 娘娘 你忘了就忘了吧 如今身在皇宫 那些前程往事 忘了也好 完了 心口又开始痛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 啊 参见皇上 你偷偷摸摸摸的干什么 啊 啊 啊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哎 哎 哎呀 你干什么 坐好 就算坐 就算坐也不能坐在这儿 那你想坐 你休想 既然王爷不方便的话 陈女听闻木姑娘的琴意 也是精诚一绝 不知是否有幸 再次感受娘娘琴迹 是啊 今日太后受宴 姐姐也不好扫了太后的兴致吧 下时 你何德何能 有何功绩傍身 敢如此大言不惭 要求朕大爱妃当众言奏 臣女不敢 皇上 下妹妹是为太后奏乐心切吧 既然姐姐不愿伴奏 我看这曲子便也就罢了 但是今夜如此热闹 总不能冷场 不如 就由臣妾 来为皇上和太后 跳一支舞 如何 教贵人 有心了 皇上 就在一个时辰前 娘娘说今夜会下雨 奴才已经给在外候着的大臣们 都准备了雨伞 现在需要拿进来吗 当真会下雨 是真是假 太后不妨等等看呢 去吧 去 老实点 你还想不想要影子了 你什么意思 这么多 邻国使臣在场 朕身边 也就做了你这一位爱妃 好好服侍朕 显得恩爱一些 我为什么要服侍你呢 五千两 你还敢提五千两 那明明是我的 秀恩爱 五千两今晚就还给你 皇上这不太 哈哈哈哈 这这这 皇上 吃葡萄 吃葡萄 幺虫小季 天气这么晴 我就不信他木鸡 还能再测得出雨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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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我们走 打雷了 竟然真的有雨 来 皇上 装嘴 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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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吻 快看 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娘娘为太后准备的寿礼 请太后过目 天哪 这得是一双什么样的巧手 才做得出来的呀 太后 这里面的寿桃 是由小麦磨成的面粉做成的 这九十九颗寿桃 意义太后吉祥 长寿 这里边的金元宝 寓意财源广进 这瑞葫芦 寓意 福禄双全 这大寿桃里还有九个小桃 楼凤成祥 寓意东南国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好好好 艾家喜欢 承上来吧 这牧师 果然有点本事 能把知识做成这个样子 在这五国的历史中 也是文索